我人生第一次買了一個假的手袋 假的手袋 中伏 晴天霹靂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那我先說一個試圓 那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這個LV和Steven Spouse的一個Cross Over 那我一直都很想找這個Grafity Print的手袋 那因為已經是很多很多年前了 多少年前? 十幾年前的 是啊 十幾年前的款式 那我就上網看到有得買這個 那我就很興奮了 就入手了這個袋 那我入手了之後 一收到就覺得 咦 不對勁啊 因為這個袋子很新正 新正到完全沒有被人用過 那我就意話不說 就立即早兩天就來了這裡 讓Chris Sir看一看 然後他一看就說 應該用了三秒到五秒 假的啊 那我就說 那我以免我的觀眾會被人騙到 不如我們快點拍一條LV吧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了 那我在這裡輕輕再介紹多一次Chris Sir Chris Sir呢 就是這個 年度最傑出專業名牌手袋鑑證師 2021年 一個非常專業地位的鑑證師 上次就拍了一條影片 講Chanel怎樣分真假 那這段影片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歡看 對啦 那我可以在這裡insert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話可以在這裡看 對啦 那今集你看到我們前面的這袋 就是我們就要講LV 好 首先不如我們告訴大家 我買的這個袋子 為什麼是假的呢 好嗎 其實呢 這個袋子來到 本來外觀好像很像很真 Grafity始終過了這麼久歷史 它開頭面那一陣的圖鴉油 正常都會淺色了一點點的 還有就是它的圖鴉油特別厚 就是連它本身那塊帆布的底紋都遮蓋了 如果你看看真的的話 那些凹凸感都在這裡 咦 這個袋子呢 我上次拍完上台的影片 我在這間店裡買的 哦 真的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print 底的紋還在 看到那些反光 你會看到呢 這個print 跟皮的凹凸 是成為一個 看到那個凹凸度 但這個是 這個是完全被遮蓋了 因為證明油膜是很厚的 連底的凹凸度都被它遮蓋了 是啊 好像剛剛油上去 是啊 超新的 那第二樣呢 這些滑身皮 我們叫植油格 植油格是比較容易做的材料 不過LV的植油格 就比較像蜜糖色 比較像 而這個袋子來到 是很白正的 哦 即是它的打起來深色 我們嫌它顏色上 已經有點不同了 太白了 第三樣東西呢 如果Grafetti 我們上課的教導學生 留意兩個英文字而已 就是S和V字 其實中間隔了一個space 是比較明顯的 即是Louis Vuitton中間這個位置 對 其實有個space才是正火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那個字 哦 即S和V是有個距離 是的 要個space大一點 無論你的袋子大還是小 都是這樣看的 第四呢 一摸拉鍊 顏色上已經特別光亮 是不適合的 如果這個款式 應該是啞光一點的拉面 這個是亮身光度的拉面 拉鍊來的就不適合 這個 這個是真的 另一隻 但是都是Grafity 不是Grafity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拉鍊位 真的假的那個 明顯是黃一點 黃得來它亮一點 而且形狀也有點不一樣 我們有經驗 一摸下去 咦!拉鍊頭小了 我們經常摸也會明白 但是如果一些新的老友記 或者不是經常接觸到的 不會明白 一摸我就覺得 一摸就知道 你就可以量度一下 這個假的 這個尺寸是 8.62 8.62,看看是真的 嘩,9.69 我們習慣一摸就知道了 嘩,真的 但正常,如果是說LV的話 有沒有一些更容易去... 因為這個只是Grafitti款 有沒有一些其他大眾款 有沒有一個更加功用的方法呢? 好啦,因為LV始終大家知道 它連產量非常豐富 很多新款或舊款在這裡 因應它不同的尺寸,大小 或者五金 根本上每個款體的位置都未必一樣 我們可以大概跟大家說說 譬如雙杯會怎樣看 五金的顏色會怎樣 或者拉鏈即有格金顏色會怎樣 再對比 當然,其實最準確的就是放大鏡 去看一些細緻的位置 就應該猜得到 知道那一袋的真偽 譬如說Chanel就有貼紙 那LV有沒有一個位置? LV有... 以前八幾年到今天 就有一個生產代碼放在袋裡 是 生產代碼證實這個袋 幾時生產的一年份 是 今年開始是Cancel了這個碼 它們已經植入了新的技術 我們叫RFID 真的上次說那個? 微型精美技術已經做過 即是LV也有的,不是Chanel 它沒有正式很大量的公告出來 不過我們知道已經上年開始 正在做RFID入了袋裡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讀卡器 一放在袋裡,所有資料都在 什麼時候生產 哪個國家 賣出多少錢 放了多久 在運送方法 是很詳細的細節 它們都可以放出來 就不需要有一個小利在 第二就是看回LV的花紋 我們都是要求的了 第一個要求 對花,所有花都對得正的 其實它的花永遠自己左右是對稱的 是 尤其是我們用中軸位 中軸位的位置是對正的 中軸位是什麼? 這個條理一定是中間的 這個也對正的 即是像這條線一樣 這個位置一定是對正的 對正的花的 你不會看到那個花 很多人問Chris Sir 可不可以輕輕向左 輕輕向右行不行? 我們的概念是不行 即是一輕輕歪了就一定是假的 是的 我們給你看看一個相片 好 這個是假的 看起來正常沒有什麼的 很帥的 是超A來的 拆開那個來看看 你看是不是在中間 是呀 是呀 立即會知道 所以超A 沒有打開之前 是在中間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打開之後 輕輕的 輕到右邊 是呀 很少的 但其實我們都不接受 好,接著呢 還有一些五金位置 五金位置通常要下鏡體 是呀 你會發現有些五金位置 尤其是拉鏈位置 很奇怪 有些五金位置會斷開了 例如 L、O的字 斷開了它們 哦 嘩 怎麼給大家看呢 大家看到L和O中間有一點嗎 好像斷開了 小小那個位置 這個就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讓大家看看 嘩,看這個字完整多少 還有呢 還有呢 你看到那個頂位 那個頂位呢 應該是整隻金色的 哦 它倒了 裡面沒有電到 哦 如果用那條帶來對對之 不會電漏的 哦,是呀 就是說這個位置 裡面你看到的這個扣位 隱約看到它是銀色的 因為它應該是整個金屬 都是金色的 所以它這樣就是倒了 電漏了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沒有什麼 大家去買LV 可能一些Vintage的時候 要小心的一些 有時候我會看到 皮的Stamp 它自己的Logo 那個Logo 有時候是假的 有時候打得很大力的 哦 所以看到很多Logo 叫蝦很深的 有時候做假貨那群 以為Logo很深 好像很清楚 然後就以為很真 對 其實我們要剛剛好力度 不能太深 好像整個字陷進去 就要小心 你現在說完Steven Pulse 說一下 川上龍 好啊 川上龍 這個黑白三彩 好啊 黑三彩白三彩 我也很喜歡 黑白三彩 隨便拿一隻出來 我們有什麼關於這個 川上龍 川上龍 黑白三彩 它的油墨很有趣 它好像有鋸齒形 如果放大鏡看 其實可以給觀眾看看 這些花有鋸齒形 哦 好像鋸齒形 這些油墨 這些才是真的 假的很漂亮 沒有鋸齒形 沒有鋸齒形 左邊這個是真的 看到這裡有鋸齒印 這個假的是 Smooth 一條線 然後還有盒 盒也是這樣 盒也是這樣 我們又帶了一個盒 給大家 我們現在給觀眾投票 好 給5秒時間 5 4 3 2 1 好 我猜這個是真的 OK 這個是假的 天佑果然有些天分 是嗎 你的答案是錯的 我錯的 第一 顏色上有些不同 你感覺是很滑 要小心 你摸下去好像快 你按視角上 好像布面 才是真的 你看看細微的布面 就知道了 這個沒有了 大家看看 好像布的紋尾 是 我們發覺 Louis Vuitton 的字形 甚至比例 是完全一樣的 超級 但是 也有一句 魔鬼用了細節 試試一下 又是放大鏡 看看邊的由邊位置 看看吧 是不是顏色 都挺平均 再看看這個假的 可以給大家看看 滲出來 這個就是有鋸齒 鋸齒就危險了 證明油膜太多 滲出來 表面沒有人不知道 鋸齒在盒子上就是 小心 小心 沒有鋸齒就 不是 鋸齒在盒子上就是 good okokok 好好好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 跟LV有關的東西 我想問 在這裡上課 除了LV、Chanel、Hermes、Bill 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還有一群叫四合一 Gucci、Prada、Dior和Celine 都會有的 四合一 那當然 太多款式 我們只能盡快去說 因為四個牌子一晚 明白 如果大家相來 很認真地學完 一堂是四個小時 是不是 如果熟我們都知道 經常over time 是嗎? 即是四五六個小時 四五六個小時都試過 你們現在看這條片 只看了十分鐘 都學了那麼多 你想想四五六個小時 學了多少 如果上課 就開來Chris Sir 這裡上課 那我們之後有機會再來拍 Biu Hermes Burke & Kelly 這些好嗎? 歡迎 謝謝你 謝謝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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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